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同学们好 那之前老师有发出了绕口令挑战对不对 那我只收到一个同学是超越老师的速度的 而且他的拼音念得非常准确 每一个咬字都咬得很准 太棒了 给你鼓掌鼓掌 而且他背起来啊 老师没有背起来 所以老师不能加快那个速度 老师看着念 但是这位同学呢 他背起来了 所以他的速度超越了老师 太厉害了 好 那今天呢 新的挑战非常简单 只有四个字 那但是呢 这个第二个字你们要把它换 就是每一次都要换这个号码 从一换到十 非常简单 那就是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 初三吃素 你要换到初十吃素 那同样呢 你的初一吃素 每一个字都要读得很准确 到初四 初五 初六 然后吃素 不可以是吃素 吃素 初一 初二 初三 这个就不合格 OK 那我们来说一说 素 吃素大家都知道嘛 最常听到的就是我们吃灾吃素 就是可能 初一 初十五 有些人会只是吃菜 不吃肉 就是我们称之为吃素 蔬果类的 我们都可以说是吃素 那素的反义词是什么 昏 昏 然后就是一个草字头 宝盖尔跟一个车 是昏的 昏就是肉食的 就是素的反义词 那其实这个素质呢 它原本的意思是指不经过任何加工的 比如我们说素色 白色 就是没有加上任何斑点啊 上色啊 就是素色 素质 比如我们说白色的就是素质 或者我们可以说素颜 就是没有化妆的素颜 然后这个盐是我们的脸面嘛 素颜 没有经过化妆 我们也可以形容素素颜 很纯朴 很朴实的 不是很艳丽的 ok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可以每次我们说 这个小明啊 它每次是这样子的 它平常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可以用在 用成素来 它素来是这个样子 素来 然后它素长是这个样子 素来素长 都可以这个样子用 好 那老师就要来示范一次 从初一吃素到初十吃素 然后来算一算时间 看这一次有没有学生可以挑战成功 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 初三吃素 初四吃素 初五吃素 初六吃素 初七吃素 初八吃素 初九吃素 初十吃素 好 老师的时间是7秒点25分 ok 好 那接下来的挑战就交给你们咯 看谁能不能挑战成功 拜拜